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是星期天 农历是四月初五 明天就是五一劳总节了 好 那么时间过得很快啊 好 那么今天呢 大家记住了 下个星期三 就是还有三天吧 这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诞成日了 缅怀我们这位伟大的佛陀 给人间带来的佛法 让我们受益无穷 好 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 喂 这是师父吗 是啊 弟子向您请安 师父 谢谢 师父您辛苦了 师父弟子想问您这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如果我们在观音堂烧香 早上烧香的时候 弟子们请安过后 大家一起念 弟子守则跟弘法度人守则 可以吗 师父 我觉得他没什么不好啊 我觉得他没什么不好啊 人多的话 一起念也没什么不好 好的 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还请您几个问题 呃 呃 呃 如果呃 我们的观音堂有个师兄呢 介意杯子跟炉呃 呃 换那个杯子 换去前面 炉鱼去里面一点 这样是可以吗 师父 这个自己调节 看了怎么样 位置多么 放了放了松一点就可以了 放松一点 这个不是大问题 呃 因为平常我们杯子是在里面嘛 现在他有个事情就介意说 呃 要杯子在炉的前面 这样是可以吗 啊 啊 杯子放在香炉前面啊 对啊 那除非没地方 否则不可以的 嗯 好的 师父 感恩师父 准备开示 嗯 师父 呃 呃 呃 请师父 准备开示 呃 呃 关于夫妻双修呢 夫妻双修当中 如果有另外一方 就是境界不一样 呃 另外一方想要修到守五界 但是呢 没有得到另外一方的同意 还会发生夫妻自私的话 请问师父 这是不是 呃 也算违反五界的邪淫啊 那当然了 你是许愿的话 你就是违反邪淫了呀 你没许愿 没关系 你许的愿 你当然就违反了啦 嗯 嗯 嗯 不好的呀 这种事情嘛 很 很不好的呀 好的 这个就跟 这个人是一个不好的欲望呀 叫邪淫 邪淫是一种不好的欲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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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在另外一个 呃 呃 呃 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毕者修得不好 呃 毕者呢 想要 请师父慈悲开示 因为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自己的坏习惯 坏毛病 但是呢 在努力当中 有重复的 反反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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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相同 相同又呃呃 的毛病呢师父 彻彻底底是很难的 除非你这个环境转变 否则你只要在人间 你想彻彻底底改变很难的 因为人有劣根性的 听得懂吗 所以真正的能够彻彻底底改变 那你就换一个位置 讲了那个一点 你就是必须要完全 自己像和尚像尼姑一样的 就是完全要 要离开这个境界 你比方说你天天还有老公在身边 你说我要清修 就很难的 你听得懂吗 你比方说你没有结婚 你身边没有男人的话 你说你清修容易 对不对 你如果这话有个老公 他老逗你 那你就麻烦了 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这个问题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答案师父 请备开始 师父想要请问一下关于关于堂 我们少送小房子 平常都是不是关于堂的小房子 一定要写上我们 就是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岛的名字呢 还是只是关于堂房子的药金子 你用不到写什么的 关于堂的话 你可以写上某某地方的关于堂就可以了 某某地方的关于堂就可以了 你比方说你是马来西亚什么地方 就如果说我们是印尼就写印尼尿内关于堂房子的药金子 对对对对可以 好的师父感恩师父 师父请师父准备开始 师父可不可以感应一下我们的关于堂 如果我们一个月里面 少送两次的小房子 每次烧都是七张七张 这样子够吗 师父 现在你们关于堂里面是有灵性啊 有了吗 师父 有 那我们要烧多少才够呢 你先烧一次二十一张吧 先烧二十一张 然后再烧少一点 好 那烧少 过后二十一张 我们赦免一个月烧一次还是两次师父 一次 烧一次就可以了 一次 七张七张可以吗 以后就七张七张了 可以 好的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请师父解个梦 如果有同修梦见了 有另外一个同修送他一双很美很美的鞋子 是代表什么呢 师父 送他很美很美的鞋子都是不好的 就是说可以给他找个工作啦 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啦 或者给他介绍一个什么事情啦 或者跟他说句什么话啦 表面上看起来很好 实际上还是鞋子本身就是穿小鞋嘛 就是鞋子不 不是你的鞋子 人家送给你的总是你 不合脚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感恩师父 那师父如果我们在光阴堂呢 就觉得 大家一共呢 觉得很冷 在光阴堂里面穿那个鞋 穿那个鞋可以吗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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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感恩师父 呃 呃 还有师父请师父再解另外一个梦 有个同修呢 梦见师父来到家里 过后呢 就是师父说有话要对他说 然后师父请那个 就跟那个师兄说 我们去外面走走一边聊一边说 但是那个师兄呢 就说呃 不要如果有什么的话 我们在家里说就好 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师父 没听懂 就是有一个师兄 他梦见师父来到家里 过后师父说 跟他要跟他一起去外面走走 一边在一边在外面说 但是那个师兄呢 就说不要 就是要在家里跟师父聊天就好 这个人就是心胸打不开 师父叫他到外面去走走 就是让他心胸打开 明白吗 在救他呢 明白 哦 感恩师父 师父还有在请师父吃杯盖师 有另外一个师兄呢 他刚休 但是念经念到 就是自己感觉上 自己身体好像有电一样 然后连他的孩子呢 去碰他都会被电到 孩子都变哭了 是什么原因会让这个师兄 感觉上身体会有电呢 怎么叫感觉自己身体上有电啊 就是他身体哦 像他开始念了我们经理法 我们念经了 但是就是 就是好像身体会触电这样 哦 那是感应 感应感应 这个时候 什么原因 很简单了 有好几种原因了 念经的方法 念经念到有感应了 这个就会像触电一样 还有没有护法神保护 还有没有菩萨给他加持 还有比方说有 有菩萨给他治病 他都会有感应的 好了 好了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毕竟没问完 感恩师傅 此备该是感恩师傅 辛苦 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喂 喂 喂师傅好 请师傅稍等一下 喂 喂师傅好 弟子比安师台当 请安师傅 喂 喂师傅 今天有几个问题 想请教您 呃 有一个从修 他梦到南京菩萨了 他问南京菩萨 师傅因为上次您说 就是天上的菩萨 护法神 都有自己的法器 他问南京菩萨 南京菩萨 你的法器是什么 南京菩萨说 我的法器是葫芦 那你的葫芦是什么作用 南京菩萨说 我的葫芦里 是炼制仙丹和妙药 师傅是这样吗 这个梦境 是啊 南京菩萨 这个仙丹 能够解 解各种各样的病 如果你生了癌症 你能够求到南京菩萨 给你 哇 很容易的 那师傅 什么 修到什么样的人 南京菩萨在对他 现在妙药 师傅 有什么条件吗 诸恶末座 中山奉行 也不是很难的 诸恶末座 中山奉行 不是太难的 听得懂吗 不是太难 明白了 只要你诸恶末座 中山奉行 好好修 即使你得了病 你求南京菩萨 如果我可以告诉你们 如果一辈子不做坏事 你也不做好事好了 你照样下辈子投人 而且投个狠狠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做了坏事了 那就麻烦了 对 师傅 就是正如您说的 就是你在人间 就是你做的人事就将来投人 你做的菩萨事就成菩萨 你做畜生事将来就投畜生 完全正确 明白明白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的 谢谢师父的慈悲才是 师父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有一个问题 他说佛陀说 一切众生皆具佛性 像植物这样的无情众生 也有佛性吗 还是蚊子苍蝇 这样的软生 师生软生的畜生 也有佛性吗 师父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只能这么讲了 如果这些苍蝇 师生软生的 是比方说是本来有一个佛性的人 他后来因为做了太多业障 他被打散了 灵体被打散了之后 你说他还有吗 没有了 好了 我问你 一个人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人杀人了 你说他还有人性了 他没有了 没有人性了 但是问题 他关了监狱里 他在忏悔 对不对 他这个 他这个 这个这个佛 他这个良心还会出来吗 还会有的呀 是这个概念 就是说的 放 刚才您举的例子 就是说的放下 屠刀立立成佛 对呀 其实这个意思很简单 除了胎生 卵生这种 已经没办法了 胎生可以 卵生 师生 这个基本上灵性很少很少 没有什么佛性 真的真的就是说 一个人只有完全放下 完全重新做人 他至少是个人 他还会有佛性在 你就是杀过人的人 他在监狱里服刑的时候 他又恢复到自己的人性当中了 所以他还是有佛性的 是这个概念 明白吗 那师父 弟子不疑问 你说他不是去监狱里 他杀了人 他最终忏悔 悔改了 那他杀的人的这个业 他还给他清算吗 师父 清算的呀 他在监狱里不就在清算吗 哦 明白 清算完了吗 放出来了吗 他不是又是个正常人了 哦 明白了 明白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设 师父 咱们当年不是被传佛陀的那位弟子 在下地狱之后 通过多次的 提伯达多 还是成了 提伯达多呀 提伯达多 他还是最终还是成了佛 是不是因为佛陀的帮助和原来学佛基里的功德和本身良好的干基 才能促成这样的因缘呢 是 是 你讲的这几个全部都有 哦 因为他良好的因缘 因为他跟佛陀学了很多年 而且他本身后来自己学偏了 这是后来 所以他的根基还是很不错 而且他能够跟佛陀在一起的这个人的话 他应该一起学佛的人根基很 很好的 就是这样 后来他自己创立一派 他又创立了一个佛 佛教一个中派 所以这个本身 本身只是这个方法 这个考量度的问题 就是说 没有照佛的这个正法走 他这个是附佛 附在佛身上的外道 外道也不是什么不好 就是说 你走的 比方说 比方说你学的文化 都是中华文化 只是你用这种文化 比方说空老夫子的文化 和另外一种 这个作秀的文化 放在一起了 就是只是这种文化 不是太实实 不是太严谨 这样的话 其实他这个 他最后 他是背叛佛陀 他下了地狱了 但是他的地狱之后 他这些地狱的罪受掉之后 他照样可以上来 可以成佛 为什么 他本来跟着佛陀的时候 应该说 他的境界已经到佛的位置了 明白了吗 嗯嗯 好了 那师父 他在 就是说 他从地狱里上来之后 佛陀也一直在慈悲他 帮助他 助他成就 是这样吗 师父 对啊 你想想看佛陀多慈悲啊 佛陀跟他有缘分的 没有缘分 佛陀会待着他三十年啊 是啊 那师父 你看有些 有的人 他不是下了地狱 他又找到您 向您道歉的时候 师父呢 您是怎么样的帮他呢 照样原谅他 这种人我碰得多了 在外面先骂师父 骂得来 最后跑过来又说 我现在 我现在 这么一圈转下来 我觉得还是心灵法门好 师父你原谅我 你就看看博客好了 有多少人在上面写啊 师父啊 我过去愚痴啊 骂你啊 讲不好啊 现在我诚悔了啊 我一定要跟着你啊 好好修啊 你去看看博客上有多少啊 我告诉你 全部原谅他们 你是菩萨 你是佛 你就必须原谅他们 你不能跟人家一样 起点笑啊 那师父你原谅了他们 护法神会原谅他们吗 师父 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 这个我不知道 所以就是说他的乐章很重的话 就像菩萨原谅他 护法神也不能原谅他的 这个没办法了 因为你已经阴已经照下去了 你这国已经成型了呀 你这一定一定要吃口头了 这没办法了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此理开始 师父 一个人身上有灵性 他如果不给他超度走 会影响天上的莲花吗 爱是的 会啊 身上全是灵性的话 你说会有莲花吧 一个人在人间五六个鬼围住他 你说天上还会有莲花吧 那这种 比如这个灵性 在多长时间不把他超度走 那莲花就会受到影响呢 有时效性吗 师父 一般的来讲 你至少在走的之前 人要死的之前 你不能有这么多灵性 菩萨给你们很多机会的 所以为什么叫你们争取 抓紧时间 叫你们不要浪费时间 就是这个道理 是啊 师父 从一出生就开始倒计吃 如果活到八十岁 你算多少天就算出来了 三万天呀 哎 三万天你一天一天过 一天一天少 而且很多人根本活不到三万天 一万天就走了 两万天就走了 多少啊 活到八十岁的人 我告诉你 自古以来 人活七十古来西 我告诉你 七十岁已经很难了 你活八十岁 一般人说 活到八十多 就高手了 非常高手 一般过去 活到八十岁走的人 不是办伤事是办喜事 因为活不到的很多人 明白了 明白了 是啊 那 谢谢师父的词 谢谢师父的词 但是师父这样想起来 你看我们末法时期 再多 再不吃素 是不是得癌症的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昨天晚上我开始 对啊 现在你要知道现在很多科学家在报告当中 很多生物 动物 啊 海贝 海里的生物 因为人家乱人垃圾塑料 那些塑料 那些塑料吃了之后 动物都会死掉的 所以他不许 在我们澳大利亚 都不许人家扔塑料袋 在塑料的东西在河里的 但是你要知道 鱼身上吃的这些东西跟肉长在一起 现在欧洲做过一个检验 几乎有50%以上的鱼 全部都有这种塑料 所以人吃了鱼之后 在人身上 一般的人一生 可以有八千多颗塑料在身上 哎呀 所以你看很多人生各种各样怪病 其实就是吃了鱼 鱼吃什么的 你就吃什么 鱼吃塑料 你也吃塑料 所以人吃了塑料 它也有一居安养什么 它也是会有毒的 就这么简单 对对对 就是这样 所以一个人 猪吃什么的 猪吃最脏最脏最臭的东西 它长出来的肉你吃了 那你也是最脏最臭的 是的 它把细菌吃进去 那你不就也把细菌吃进去了吗 所以 对对 你现在搞养殖 全都是用那些刺激性的药物 还快就长大了 对呀 风牛症啊 风牛症啊 禽流感呢 都不是动物身上来的吗 还有口提意 都是 真的是 对呀 对呀 那师父 你像现在 现在的人残忍的都吃猴脑猴子 哎呦 真的 他以后报应很厉害的 他死的时候会痛不欲生的 痛不欲生了 就很快脑子里会长东西的 哦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师父 下一个问题 师父 您经常教导我们要福慧双修 要植福 就是植树的植 请问师父 怎样才能修福植福呢 师父 你多种福田就是植福 你对人家好 帮助别人是不是植福啊 是的 你对人家好 人家就会对你好 你不是在植自己的福气吗 对不对呀 对对对 谁一个人植福是什么 师父就不停的对人家好 你不停的对人家好 人家就不停的对你好 你种下了福田了 因为你对人家福 让人家感觉到有福气 人家一定会对你有福气 对老婆好 老婆对老公好 一样道理 对爸爸妈妈孝顺 爸爸妈妈会 这个倾注自己全身心的努力 哪怕老了也要替你领孩子 就这个道理呀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师父 有一个 有一个同修问 你看现在很多弟子都非常非常爱师父 他们也遇到一些现象 就是有些同修中 老同修 他们非常爱师父 也发心护持师父 但是呢 对待同修和众生方面 内心产生分别 忽略众生之感受 这种脱节造成很多人对修行 修行方向上的疑惑 请师父开示一下 爱师父和爱众生之间的关系 还是说爱师父也要必须爱众生 爱众生才是真正的爱师父呢 请师父开示一下 实际上这是个境界问题 其实不应该有分别性 比方说他爱师父 他感觉到师父付出了很多 这个是完全正常正能量的 没有什么可以忌妒的 并不代表你一定要爱师父 就一定要爱众生 因为他境界不到 这是很正常的 你比方说师父爱菩萨 我就不爱众生了 对不对啊 菩萨很喜欢师父 但是菩萨难道就不爱众生了吗 这是个境界问题 所以你不能一概而论的 比方说人家很爱师父 你让他去爱好了 但是问题不一定他就爱众生 他没到这个境界啊 对不对啊 他能够先爱师父 也不是一件坏事情 如果他不爱师父 先爱众生 也不是一件坏事情 这只是个理解先后的问题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此理开始 师父 有一个同修 他做了一个梦 他是这样说的 梦到大家一起做义工 共修主负责人不在 同修见大家 不知道干什么 于是主动出来 催促大家量 就是赶紧量各自身体的尺寸 做好一功夫 接着场景转到一座寺院 两位女法师把同修和同修先生带进禅房 然后关上门 不让其他的同修进来 意念是感觉要有话交代同修 但是就是 但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女法师告诉这位同修 这座寺院已经有两千人修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同修在梦里说 哇 这么多啊 就一座寺院 这么这么容易就到极 就这么容易到极乐世界了 法师说 当然 他们都许了大院 只要你敢许院 也可以 我这里有天上的流音石 许的院都会有记录 同修在梦里 看到那块流音石 还有点花文 这还看到贡菩萨的水果 都在往天上飘 请师父解梦 他这个在这个就是 推出大家的梦这个 一功夫的这个尺寸 是什么意思呢 师父 梦一功夫的尺寸 就是梦生定制呀 就是让你 让你能够更加符合佛法 佛理 佛情呀 就是这样 其实 其实流音石 流音石不就是像 我们人间的录音间一样的呀 哦 是 这什么事情 对不对啊 你许的院 他帮你存档呀 像我们电台也是的 全部要存档的呀 你路下的音都要存档的呀 明白了吗 明白 那师父 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子 许的院流音石里 那边都存在着 是这样吗 那当然 不是 心灵法门的人更容易存 一般的人 你说这个 普通的人 你就到不了天界 这么存进去了 那存到哪里呢 他因为在人间做的都是 人的事情 那么到地府去存了 因为人 人以后死后 如果不修行的人 都是在地府呀 对对对 好了 那师父 流音石存的 基本上都是 修行人的大愿 是这样吗 师父 对啊 修行人的大愿 当你违愿的话 他就拿出来 把它消掉了 没了 哦 是这样 明白了 那师父 那个这个 女法师梦里 不是告诉这个同修 这段寺院 已经有两千人 修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有何一 这样很简单的 这很简单的 就是说 这个女法师座 这个庙里 有两千人 也就是说 她的周围 可能她修行的道场 已经有两千多人 就是许愿了 境界很高 修到 修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就是说 有可能 过去 已经有人修上去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自卑谈试 嗯 师父 下一个 师父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请问师父啊 那我们 面对人间 很多快难 考验的时候 心里会产生 忧郁恐惧 担心结果 这是怎样来 增强自己的信心呢 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怎样增强自己的信心 很简单 一个人 要知苦 才会得乐 要想好好学佛 就要明白道理 为什么要学佛 因为我们吃苦了 我们才要好好学佛 对不对啊 所以一个人 要懂得怎么样坚定信心 要经常想想 我过去 吃了这么多的苦 我现在要超脱 所以过去 有句话叫 一苦思甜嘛 你今天觉得自己 很快乐了 你就会进步 就会精进 你经常想一想 你过去 是人不像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鬼不像鬼的 对不对啊 就是这个道理啊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慈离开事 师父啊 就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说 您不是在白话说话里 说念经可以消除 消业障吗 那么在念经消业障的 这个过程中 菩萨经文中的 慈悲愿力 和我们念经的 这个深口意的状态 这两者是如何 结合在一起运作的呢 从而达到给众生 开悟 消除业障的目的呢 请师父开始一下 就是心佛合一啊 你心里想的都是佛 对不对啊 你心里就会有佛呀 你用佛的意念 来指导自己的人生 也叫心佛合一呀 你只要能够把自己的心 和佛放在一起 你就是叫心佛合一 明白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离开事 那师父 您曾经说过 能量大的人 可以念经 不受时间限制 现在有的佛有 韩文也照样念经 没有出现问题 请问师父 这里的能量 是从何而来呢 师父 这是经常念经的人呀 不动换脑经的人 阴气和阴气很少的人呢 都会有能量的 哦 那师父 我可以理解吗 他念经 你刚才念的 就说这个 他经常念经嘛 他经常念灵 又通过学佛修心 利益众生 心中不断开悟 而在这种开悟的状态下 内心生起了一种能量 是这样理解吗 师父 是啊 你有信心就会有能量啊 心愿行嘛 愿力嘛 生起你的信心嘛 对不对啊 愿力有了 这个人会有力量的呀 明白了 好 谢谢师父的 此比开始 师父 下一个问题 有位同修改名生文 就改名 做了改名生文很久了 就期间用新的名字 念了很多小房子和功课 最近梦到他的改名生文 没有成功 天上还是用他原来的名字 请问师父 这个期间 他没有用 他用没有生文成功的新名字 念的功课和小房子 是怎么记录的呢 包括用新的名字做的功德 怎么来算的呢 师父 都算了 他一个 其实一个人的灵魂 他在天上 在地下跑的时候 他有个特殊性的 就像任何一个手机啊 一个指纹的指纹都不一样的 所以他的灵性也不一样的 他虽然改名字 但是他的意识 这个是我 这个灵性就会 能够在这个当中 这个能量体当中 产生一个我字 所以他就是这个名字的我 明白了吗 好了 哦 明白了 因为他自己认为 他改的名字 就是这个我 所以他的能量体 就会感觉 这个是他 就是我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此理开示 师父 有位同修 他想请教师父 他身体啊 他不是长期吃药吗 身体已经对药物产生了那种 过敏 就是 就是已经 肝已经损伤了 他面对这种情况 怎么去做呢 师父 怎么去做啊 嗯 很简单啊 肝损伤 什么损伤 都是过去 现在就不要再去损伤它 嗯 好好爱护它 就像我们的灵魂一样 过去已经做错很多事情了 我们不能再做错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谢谢师父的此理开示 师父 您不是当时在弟子开示里说到一个概念吗 就是说以前吃的鱼 鱼的灵魂会回到自己的身上 之后往生购就把 就超渡掉了 但是吃鱼的这种恶音和业障块 还在巴士田中的 还在巴士田中的概念 请问师父 我们平时超渡曾经伤害的散灵也好 打开的孩子也好 超渡 超掉是一回事 把这个巴士田中所中的恶音和业障忏悔掉 又是另一回事 那这个 这两个必须结合起来 才到位 才接近女儿满 是这样吗 师父 请您开示一下 是啊 我曾经讲过 你把人家开车压伤了 对不对啊 嗯 压把人家腿压断了 你赔人家钱 警察叫你罚款 或者让你进去坐一个月的牢 好了 这个是一种惩罚 这个是一种 这个事情是结束了 但是在你心中有没有留下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啊 留下留下 好了 那么这个遗憾的事情怎么样能够消掉呢 消不掉的呀 消不掉用什么方法呢 消不掉的只能不停的念经了呀 明白了吗 念礼佛 是这样吗 就是这样 哦 明白了 那师父 你想 比如这个打胎的孩子 他用小房子把他抄住掉了 那一般念多少遍 礼佛忏悔这个事情呢 师父 一般的小孩的话 49遍 49张小房子就可以了 哦 那礼佛呢 念多少遍呢 师父 其实一个小孩子 你念礼佛也49遍就可以了 因为母亲 因为母亲对孩子的责任 就是生的出来 生不出来要看了 有的是有意打胎的 就要108遍 如果是无意的流产的 不是他希望要把它弄死的话 那49遍就可以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那师父 我想问一下 有这种可能性吗 比如现在不是有的人 不是怀孕了 他们孩子就自然的流掉了 是不是菩萨看到这个孩子 就是是来讨债的 他因为学佛修心 菩萨就帮他化掉了呢 有这种可能吗 师父 可能性是有 但是不是100%的 嗯 有完全有这种可能性 我刚刚在前面回答了那个 回答了摩尔本小孙的那个问题 就是你讲的这个问题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哦 谢谢师父的 词比开始 师父 您不是板舟不是给一个人 不是看图腾吗 他说他面部 面部方摊 说他身上的灵性是随身佛 有同学问 这个随身佛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灵性叫随身佛 哎 这是他自己讲的 他灵性 哦 自己讲的 灵性自己讲的 随身佛的意思就是说 他在美化自己 哦 他就在他身上 他说 你是谁啊 他也不肯讲名字 我是你的随身佛 呵呵呵 就是我是你的保护神一样的 呵呵 哦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父 你看现在面部偏单 什么因果会导致面部偏滩呢 明白 面部偏单 从医学上来讲 血凝度太高 啊 人会中风的前兆 啊 对不对啊 啊 压力太大 啊 脑神经局部受损 啊 大脑刺激神经啊 啊 蠕动太快 所以这一切都会造成面部风瘫 但是呢 从玄学方面来讲呢 面部风瘫的报应啊 就是你做鬼脸呢 你说谎了 因为当一个人说谎的时候 面部曾经就会抽动 经常说话 说谎话 经常抽动 面部就会风瘫 好了 哦 明白了 那师傅 有人说就是这个 兔虫嘛 他那个因果是不是钓鱼啊 是这样吗 师傅 有这种 有钓鱼 有说谎 都有 哦 说谎的人也会兔虫 也会兔虫 哦 钓鱼的人也会兔虫 也会兔虫啊 哦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此理开始 师傅 就是前段时间有个同修 参加新加坡法会之后 艾滋病好了 但是呢 他又去参加宾城法会的时候 让师傅看图腾 说他艾滋病又 他说 他的艾滋病又复发了 师傅说 脑子里又动了不好的念头 请问师傅 像这种医学上 目前治不好的病 通过念经念好的人 他们是不是要更加当心 哪些事会导致该病复发 比如艾滋病是邪淫造成的 那就应该注意淫的方面 严格要求自己 但是像一般的癌症 如果念经 之后好了的话 要注意哪些方面 才能保证不复发纳 请师傅开示一下 假设啊 就是假设的问题 就是当你已经抓到监狱 把你假设出来 你能再犯罪不了 犯罪吧 抓起来 最加一等啊 那师傅 是不是得癌症的好了 你不能做一点措施了 是这样吗 师傅 这样的一点 对 完全正确 根本不能做 根本不能做 不能再做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此为开始 师傅 如果自己用正的发心 给他人提出一些建议 而因此让对方起了烦恼心 我们是有业障吗 只要让对方起烦恼 就有业障吗 师傅 有 你非常别 你度人有没有功德了 有的 你让人家起烦恼心 有没有缺德了 有 这么好了 只要起了烦恼 你就是说话不对 就有业障 对啊 你不要说 有时候不说话 你这脸对着 人家看 给人家脸看 你让人家起烦恼心了 你就有业障 哦 那对方起了烦恼 我也起了烦恼 我是否也是为对方悲业呢 师傅 怎么理解呢 对啊 你让人家起烦恼了 人家给你脸看 嗯 你是不是自己也烦恼了 是 是 好了 就是这样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开始 那但是 师傅 那怎么更加圆融的 给大人 给他人提出恰当的意见呢 师傅 我们在学佛 过程中 很简单 能够愿意听你的话的人 你就讲 嗯 能够接受 境界比较高的人 你就讲 境界不高的人 你去讲什么 有什么好讲的 直接连讲都不要讲了 啊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此理开始 师傅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学佛过程中 经常有菩萨加持我们 请问师傅 加持分很多种 有的是身体好了 有的是事业顺利了 有的是心理想通了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不断经历挫折和磨难 那么是不是通过这种挫折和磨难 以及遇到的巨大的障碍 通过佛法上的信愿形成功化解 在此基础上 内心也得中非常深刻的体悟 这种表面上看上去是快难和障碍 实际上是不是 菩萨给我们在修心过程中 心灵上的一种巨大的加持呢 请师傅开示一下 任何让你心里有压力 或者排除压力 都是加持 都会有 就是给你压力的话 你也会改啊 菩萨给你压力 你会改啊 你没有压力怎么改啊 教你守戒 是不是有压力啊 是的 没压力怎么会守戒啊 那师傅就可以理解 菩萨给你的挫折和磨难 其实就是让你锻炼成长 也是加持 是这样吗 对啊 对啊 就是这样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师傅 今天弟子的问题就问到这 谢谢师傅的思维开示 师傅再见 好 再见 喂 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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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师傅嘛 师傅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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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师傅 嗯 呃 我就是想就是 有几个就是 关于头续的事情 我要问问师傅 嗯 有一个就是 呃 师兄嘛 他就是 前段时间 就是说 说了一个 就是给大家 等一下 师傅 我再给你拿出一下 嗯 有一个师兄嘛 就是 曾经得了 就是淋巴腺 所以就是 动物 还有 双腿 卡出来都不好 然后 然后就是 有节节吧 有节节到时候 他念了 就是一千多张小房子 然后放生了 也就是 几千条鱼吧 他今年年底又 就是说 体验又放生 就是 呃 一万条鱼 又就是 许了五倍多张 小房子 然后他现在又觉得 他的淋巴 现在又感到不舒服 他让师傅 开始一下 就是 他的功课 该怎么做 需要多少小房子 放生 一万条鱼 够不够 你记住我一句话 当一个人 已经业障爆发的时候 你叫他 首先要破除一个迷信 不要以为 种下去的瓜 马上明天就会 长出来的 听得懂吗 懂了师傅 我告诉你 现在很多人 都是临时抱佛脚 听不懂啊 听懂了师傅 你什么话好讲的 你刚开始念经 你这个 你知道你现在身上 长出个淋巴 或者长出个癌症 是多少年的事情啊 你的业障 接了多少时间了 你现在就是 马上吃素了 念经许佛放生了 马上就会好的 开什么玩笑 佛祖早就讲过了 种下去的种子 要等的 不是马上能长出来的 听不懂啊 对了师傅 师傅 我要问你一下 就是 他的家人 现在说 就是想让他动手术 他说现在 检查出来 好像是良性的吧 但是他总感觉到 不舒服 想问一下师傅 他需不需要 动手术 他不是已经动了吗 动了没有了 师傅 我听得清楚 你说什么师傅 他手术动了没有了 现在还没有吧 现在还没有 那查出来是良性的 他说就是现在感觉到 就是不舒服 他的肺也不好 就是感觉到淋巴 这地方也都不好 就是老感觉到 就是挺不舒服的 那种感觉 没有办法 你要叫他动 你要叫他每天 要坚持吃药 调补 他好好念经 他就可以不动手术 否则的话 你不要以为开一刀 什么都会好 我告诉你 哦 这怎么简单 开一刀之后 你下次再有问题 第二刀 第三刀 听得懂吗 哦 听懂了 师傅 世界上很多事情 就像一个 很好的手表一样 你后面盖子 开一次 你以后这个手表 一直不准的 一直要开了 哦 师傅 我家听诺音就行了 还有师傅 我想向您 就是说 还有一个师兄 我想给你反馈一个 这样也是有非常有教育性的 就是一个师兄 他在没有接触 心理法明的时候 他的丈夫吧 就是是开大车的 有时有个把夜 才回家来一趟 就是在回家来之后了 他的丈夫就是 要回到家里 是中午的时间 他就是 洗过澡之后 他就讲那种男女之事吧 他就要求他的妻子 和他做男女之事 他的妻子呢 也就感觉到 很长时间 他没有回家了 也就不好拒绝他 也就觉得 为人妻吧 继续要做到 就是满足他的丈夫吧 结果就是在 这个师兄的丈夫 做过男女之事 没有 就是说 刚刚做过之后 就是浑身 就是一点就没有 突然下 就是说 人就失去了知觉 就是什么 也不能开口说话 也挣得好大 就是说 人整个意识 全部失去了 当时是中午的时候 他的妻子 也感到非常的恐怖 和害怕 就把他 就是打电话 就是说救护车 就救到了 医院 也昏迷了好几天 昏迷了之后 到后来 在医院的时候 就15年吧 他就 有人就是 跟他介绍了 这个心灵法门 他就开始 修心灵法门了 修了之后 念了小房子 也念了很多 放生了 也放生了很多吧 但是到现在为止 他的丈夫 从医院出来之后 一直都瘫痪 念了有一年多一点吧 他的丈夫就能走路了 但是说话吧 现在还是不成 就是乌乌嘎嘎的那一种 就是脑子也不清醒 就是好像一点记忆力 都没有 轻微师父 这样该怎么救度他 就是他的小房子 该怎么念 功课该怎么念 就是说 功课该怎么念 给他的丈夫 放生该多少 感恩师父 这种事情呢 你就不要跟他讲了 一般开大长途汽车的司机 一路上 那种地方 休息啊 饭店啊 都都找女人的 过度疲劳 过度的 这个血淫 人一定会昏厥的 所以很多人 过去都死在床上了 像这种事情 男女知识的话 我就跟你们说 非常伤身体的 不是一种快乐 那是一种 那是一种代价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很不好的 所以他现在的报应到了 没办法 像这种事情 只有好好的坚持念经 他而且还不相信的情况下 怎么办 没办法 但是他已经 上我们的佛台 已经修了 从15年 不是他 我说他老公 他现在意识 就是说 没有正常的意识 就是口头 说话都不清 都不清醒 脑子就是 你现在不要跟我讲 现在 我看你脑子也不清醒 你跟他讲 有什么用了 现在就是说 他现在已经报应来了 他现在这个情况了 你有什么好讲的了 哦哦哦哦 师父我知道了 我错了 你要记住 你不是一个人都救到别人的 你自己老婆 你现在能够救不了自己的老公的 他要协赢 你怎么办啊 他要赢荡 你赔他赢荡 你自己承担这个责任的 嗯 讲老实话 这种事情没有办法的 我告诉你 你讲老实话 你如果一个老头子要 要跟一个小女孩 做那种事情 这老头子死在床上的话 你说说他这个女孩子 有没有责任啊 有 好了 很简单了 嗯 他老婆现在有没有责任啊 你现在 我是因为跟你 赢荡过之后 他老公才这么疯瘫的 讲 我知道了 现在我跟你说 有些时候 就像糖尿病人一样的 哎呀 他死要吃 你给他吃了 他进医院了 你说你妈妈爸爸有没有责任啊 一样道理 有的 好了 就这么简单了 嗯 所以我跟你说 只有忏悔 好好忏悔 像这种事情没有快的 这种事情我告诉你 已经这样了 没有快的事情 嗯 求一下师父 就是 他的妻子每天给他念三遍 理判够不够 念了 有的念了 我告诉你 你记住 嗯 血淫的男人活不长的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皇帝吃的还好呢 你看皇帝女人太多 没有一个皇帝活得长的 平均受限 三十四 你自古以来 你把几十个皇帝 受加一加 除一除 你就知道了 哦 明白吗 我知道了 嗯 知道了 师父 我也想请教师父一个 就是问题 让师父开始一下吧 就是 现在我们在度影中 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新度的 新师兄吧 如果 他就是在刚刚 接触心灵法门的时候 如果他的经历 包括就是做的功课 比喻说 他就是开车的 刚刚接触心灵法门 他只是 呃 还在家里带孩子 孩子也很小 呃 就是他的时间也特别的紧迫 我想问一下 师父 开示一下 就是呃 如果我们要是 逼他 就是说呃 接触心灵法门 就是没有一点 时间缓和的情况下 就叫他做小房子 他感到非常的有压力 就是说有点不适应 在他中间有点啊 就是说 我们的法门有点起反了 我想问一下师兄 就是师父 这样师兄 如果这样 嗯 要求太高的情况下 刚刚对的师兄 是不是如理如法 感兴 师父开示 我觉得他给人家提要求 没什么不如理不如法的 可怜的就是 现在的人做不到 就像一个人 你跑到 你跑到流氓堆里 你跟他说 啊 我要你们不要抽烟 不要吸毒 不要做坏事 你说这这这这这 这批流氓做得到不了 道理都是一样的 你说 是不是刻不容缓 让他们马上就要改正啊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他说哎呀 我改正不了 你给我点时间吧 啊 不行 你要改 啊 你现在马上停止吸毒 一样道理 我告诉你 你救人也是这样 刻不容缓的 你救的了就救 救不了你就放 没有办法 否则的话会伤害你的 你要是再劝他们 他们就打你了 听不懂啊 嗯 懂了师父 所以有时候救人 因为我听到你 你救的人都是那些 很难啊 不是开悟的人 你为什么 嗯 不去找一些开悟的人先 至少有佛性 佛源的人先救救呢 没有办法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你要记住 等到就是我们走掉了 这个世界上还有 不知道有多少人 根本不开悟 还没有闻到佛法呢 因为佛都 法力这么大 佛都没有办法 就无缘之人 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父 好了 嗯 好了师父 感恩你 我还想问一个 就是在我们 度人的时候 我们都算流动性 走路出去 就是说度人 我们遇到了很多 就是年过花甲的老人 他们就是有的 就是说 嗯 在曾经嘛 都七八十岁的 他们跟我们就不识字 呃 有的吧 他们就是也不会 就是说手机也不会 就是说查看嘛 没有那种就是 多功能的手机 我们度他的时候 这些年过花甲的老人 有时候也说的 很叫人感动 让人就心中 特别的酸醇那种感觉 他们就说 我们也想学佛 我们也想维用佛法 但是你们这个佛法念经 我们不识字呀 我们该死亡去 给你们学 还有我们是流动性 就是偶尔遇到的 师父 我想请你开解一下 你如果像这样的 所以说年过花甲 他们也关心 菩萨的名号可以吗 还有请师父开示 我们该怎么 就是遇到这种路过的 度的年过花甲的众生 我们该怎么帮助他 让他们学佛念经 如理如法 感恩师父开示 你这个慈悲心是很好 像菩萨一样 但是你要知道 这种年过花甲的人 这么晚才闻到佛法 实际上他就是第一 已经没有福性了 没有福了 没有福 第二 像他们这些 基本上已经注定了 比方说 该投人的就投人了 该投出生 他们基本上 已经定下来了 因为到了这个年纪 他们自己一生 基本上历史的写照 已经让他们 已经基本上 已经定型了 明白了吗 但是你还是要 如果你有慈悲心 救他们的话 你叫他们念观世音菩萨 至少在某一个道理 他们会在这个道理 比较好一点 只能这样 因为真的很可怜 因为你要记住 其实我看到 我看到他们 真的有可怜师父 你是有慈悲心 我问你 你到监狱里去看看 抓进去的人 可怜不可怜 你去看看那些 被烧死的 烫死的 摔死的 汽车被压死的 哪些人不可怜 看看那些 没有腿的人 在地板上爬的人 去看看那些 吃不下 睡不着 这些都是活报应 为什么人会这样 很简单了 他不把人生当回事 你去看看那些 出车祸人 把腿压掉的人 他就是不当回事 所以要救人 就是这么的难 当他没有碰到的时候 你怎么劝他 怎么救他 他都救不了 所以这些老妈妈 他们愿意学 实际上他们已经失去了 这个机会了 但是作为我们要 慈悲心来说 你要硬要救他 你只能叫他念大悲众 或者只能叫他 背出来心经 叫他背出来 观世音菩萨 法号 名号 只能这样 没办法 根本没办法 好 等我再遇到这种 情况的时候 我就叫他们 告诉他们一面 就是观世音菩萨 名号 然后如果我们 要是有能力的 情况下 给他们复赌机 叫他们跟着复赌机 读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 多给他们买一些 这种录音机 就是可以听的 就是那种 电子盘的录音机 让他们多听听师父的 那些开心 对他们来讲 会非常好的 好的师父 我知道了 还有师父 我要请师父 写一个梦 就在18号那天 就是早晨5点多钟 我一下睡过火了 我做梦 在我们就是在中间 大陆的天上 在就是东方台的 观世音菩萨 就穿了衣服 什么都一模一样的 观世音菩萨 在这个西天上出现了 但是像特别特别大 出现了之后呢 当时我就很像自己 在路中间 我就喊了我的家里 我说观世音菩萨 在天上出现了 我快给我拿手机 这是梦中喊了 我就觉得 就那个观世音菩萨 比就是我们画像 想象就是 稍微胖了一点 但是不臃肿 特别的慈悲和庄严 当时他的脸是回潮 往南的 当我出来喊 观世音菩萨 出现的时候 我就看见 观世音菩萨 好像好像面对着我 等我把手机 觉得好像我的家人 被手机拿给我 配观世音菩萨 的时候 在西天上 配了两张 观世音菩萨 的圣像吧 然后观世音菩萨 的脸就 转向了 背边 就是说 消失了 我梦就醒了 请师父开始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感恩师父 这说明你看见 观世音菩萨 少说 知道了就好了 说明你修得不错 不要卖弄 不要到处去讲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我知道了 还有再告诉师父 一个发起的事情 就是 我不是18号 梦见观世音菩萨了吗 就是在21号那天 就是10点多钟 我们在天上 出现了一个 特别特别大的光环 然后光环 把整个太阳照住 特别特别粗 粗的光环 又特别特别亮 然后光环的中间吧 还有就是那莲花吧 我整个用手机 都推下来了 就是特别特别的 就是说 神是吗 在天上出来 一直到下午的 两点多钟 才消失 我想问一下师父 在我们在这天上 出现这种 我们就是未想象的时候 这是代表了什么意思 请师父开示 感恩师父 很好 有光环 不知道佛光普照呀 说明修行的人多呀 好了 哦 少说 少去卖弄 我跟你讲话 你听不懂啊 哦 听了啦 知惯耕耘 不问收获 嗯 明白了吗 好了 我改师父 我改 我一定注意改 我错了师父 不要到处去讲 哎呀 我梦见关心不上 让人家尊重你 让人家靠这个 让人家对你 好得不得了 不可以的 明白吗 我没有师父 我没有 嗯 不可以 我请师父 解一个梦 就是在这次开发会 从新加坡 回来的时候 在香港机场的时候 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们这地方有一个师兄 他度人相当发喜 修得特别好 也是我就是说 特别要学习的目标吧 呃 那天就是我做梦梦里 他在度人的时候 有几箱子说 他在发书度人 然后在他的旁边 他南边 就是有一篮子期待 然后我转脸看他度人的时候 我心里就想 哎呦 我要是像这个师兄一样 就度人该多好啊 我就特别的为他发喜赞叹 也感到自己的自愧不如 然后我就突然往东走 走到没多远的时候 突然先下雨了 第一次就是地面上 在泥土里有三百百化佛法 然后我恐怕就是这个雨滴 雨滴到这个百化佛法上 然后我就跪在地上 用自己的机梁 就是说把没化佛法 盖在自己的胸部下 然后我的梦就醒了 我觉得当时还有几滴雨滴 就碰的泥 崩到了就是这个 书上面我感到非常的就是说 心疼的那种感觉 我就跪下来挡住了雨 然后我就想了 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护法呀什么意思啊 好好的继续护法就好了 好了 嗯 好了师父 不要再问了 不要再问了 给人家问我 师父我正想请你解一个梦 可以吗 好了好了不要问了 给人家问问了 哦好感恩师父啊 再见师父 感恩关心 不知道感恩师 感恩龙年红 感恩师 再见师父 好听众朋友们 因为时间关系了 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中来 Cliff солн да 夏天 庾